有時出來吃東西 除了追求味道之外 抵食甲大見 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追求 除了以上的優點之外 接下來吃的這間外賣店 它有很多的材料和湯底 都是自家製的 誠意十足 味道是怎樣呢 現在試試它 講到澳門的外賣店 近年真的越開越多 而今次介紹的這間小店主打的就是 他們每日新鮮炮製的魚湯湯底 單單是這個魚湯湯底 就已經用了幾款不同的魚配合製成 好像海側魚 紅衫魚 滑仔 鳳尾魚等等 而且還會因應時令 換不同的魚類 在品質上 自然就更加有保證了 另外做法上就跟一般的家庭魚湯做法差不多 先按魚類的大小不同 分別煎香 然後就放在一起 加水 煮到白色 就完成了 但是湯底就已經這麼花心思 不知最後的出品是什麼味道呢 首先不如試試看這個 很健康的一個番茄湯的米線 名叫做番茄仔米線 配料方面 你喜歡配什麼都可以的 今天我就選了這個鮮魚卷和麥魚卷 試一試它 首先我們先試米線的味道 這裏本身是一個魚湯做湯底 再配上它的番茄 你看到整個鮮番茄 放在上面 雖然說色香味味 味方面就不會很高分 但是聽說味道很棒 試一試它 如果追求健康 亦都喜歡吃番茄的朋友 我挺推薦米線的 為什麼呢 首先就是這個湯有比較濃的番茄味 以及它本身的湯的味道 但是又不會說好像很有負擔 一吃下去 嘗一聲 連上米線 本身米線爽口的 整個感覺很清新很清爽 但是我自己就配了一個比較熱氣的鮮魚卷和麥魚卷 現在這個時候先試它 先試這一個就是麥魚卷 嘩 吃完一口之後我覺得 嘩 這個的麥魚卷可以說是真材實料 表面上那層的一個腐皮 它只是薄薄的一層 但是炸到它很脆很脆 但是裡面的麥魚才是氣肉 你看 填充了 在裡面之餘 除了有麥魚膠之外 它還加了章魚粒 可以讓你感受到 哇 麥魚膠的彈牙感覺之餘 還有章魚的一種口感在裡面 可以說真材實料之餘 還要很棒 這個時候不如試鮮魚卷 鮮魚卷就是用了鯪魚去做餡料 表面也是一個腐皮 然後拿去遮蒸 蒸完之後才再炸 所以腐皮就會很脆很脆 現在試鮮魚卷 看看什麼味道 嗯 對比麥魚卷 整個味道 鮮魚卷是會濃很多的 所以就看看你自己 喜歡吃哪一種口味的卷 我自己就喜歡吃這個多一點 因為始終吃熱氣的東西 一定要濃多一點 而且裡面再加了一些 芝麻和馬蹄 所以除了鮮魚的口感和味道之外 還有芝麻和馬蹄那種 芝麻香味和馬蹄的爽口感 一個鮮魚卷裡面全部包了 我覺得我選這個配菜 沒錯 我很喜歡 另外還有醬汁 你喜歡再鮮味一點的 可以點一下它的醬汁 好了 接著我們試這個 就叫做圓條大眼雞泡飯 你看看 真的圓條在這隻碗上面 剛剛我就問芝麻婆 做外賣 平時是不是都是這樣 這個份量給客人的 芝麻婆說 是喔 哇 只是洗個飯 都夠成三個人吃 這條魚 平時我們家裡 一碟醬裡面 就已經夠了 對不對 今天要試完它的味道 看完份量之後 先試魚 我們試一試魚的味道 上面都有它的避製的醬汁 有些蔥花等等 試一試味道 首先要說 就是這條魚本身煎得很香 另外配上它 獨特的一個製調醬汁 哇 可以說整件事很適合 另外呢 魚的肉身也很嫩滑 哇 整條魚 我覺得只吃條魚已經滿足了 如果你想追求更加卓越的味道的話 你可以加上這個湯去做泡飯 那整個配搭呢 我覺得其實是很適合的 本身呢 它是一個魚湯來的 那另外呢 老闆就說了 為了令到這個魚湯 沒有那麼削 沒有那麼削 沒有那麼削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太單調的 口感 所以就加了淮山 加淮山 也不是那麼簡單 成就淮山放下去 然後呢 將淮山打成融 然後呢 放在魚湯裡一起熬 最後呢 再放一些見到的淮山 讓你知道裡面有淮山的汁之餘 還有淮山在裡面 那我試一試 老闆所說的 沒有那麼削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嘩 我覺得呢 這個湯呢 即是比平時我喝的魚湯 未必說太重的一個魚味在裡面 但是呢 就是因為有淮山 和其他不同的一些藥材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呢 就整個 不論是味道也好 還是說口感方面 都是很豐富的 只喝湯 好正 加上飯呢 就更加飽肚 我覺得嘩 這道菜呢 真的來得這道叫 一定要試一試這個 好了 我們試完這個湯之後呢 來到最後 我們試一個拌麵 這個呢 就叫做回味XO醬 西近雞樓拌米線 明時大家 叫外賣來到家裡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一個這樣的設定 那大家收到這個麵的時候呢 就將不同的配料 混在一起 因為呢 這裡最主要的一些 鹹味啊 或者味道呢 都是靠這個秘製XO醬 去帶出來的 包括啦 雞肉方面呢 本身都沒有做什麼特別的調味 都是靠XO醬 推翻它的味出來的 那XO醬呢 都要提一提 就是呢 每日新鮮 老闆炒出來的 配方方面呢 就是火腿啦 瑤柱 蝦米 這些呢 大酒樓 本身必須有的配方呢 它全部都有齊齊 給你 還要每日新鮮製造 你想想 這間小店呢 都這麼有誠意 每日去製造這些配料給大家 我覺得呢 每一口都要很珍惜地去試一試 嗯 本身呢 雞腿肉嫩滑 就不多說了 但是它這個XO醬的 真的 好正 它的鮮味啦 香味啦 還有辣味啦 等等 配合在一起 哇 拌起這個麵上來 我覺得是 飽肚之餘 還會 好滿足 好啦 今天呢 就試了不同的菜 還有一些配料 我覺得 好正 老闆還說 他接下來會不斷延製一些 新的菜式 和新湯底出來 好期待 再試完它